今天我的这两位特别来宾呢 一位才子 一位家人 我想他们今年呢 都分别在电影艺术里面 写下了非常亮眼的成绩单 让我们来欢迎 不能没有你的导演戴力人 以及不能飞的鸟张军丽 你们两位明明都很能嘛 但是电影都通通叫不能有没有 不能系列 不能系列 不能之系列这样子 好 今天非常高兴看到这个戴力人 跟这个张军丽一起来 你们两位有合作过啊 白色巨塔 有 应该很熟嘛 对 而且那时候我很怕他 你干嘛怕他 他很凶啊 不是凶 但是因为那时候是 就很厉害的前辈 所以拍戏的时候其实很紧张 戴大导当然是前辈了对不对 资历那当然是比你要升很多嘛 那戴导对这个张军丽的印象是什么 军丽第一部电影 就是梦游夏威夷 梦游夏威夷 对 其实那个时候 梦游夏威夷的预告是我剪的 剪了一个预告了 对 剪了这个电影预告 这样子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军令 军令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我 因为我剪接在家里面 对 是在我家里面电脑萤幕上面 看到这个人表演 那通常 因为我知道其实这个代理人 他对于导演这个工作 他非常的喜欢 他一直就希望能够做一个 非常棒的一个导演 所以像导演的这种第六感就是说 当我看到一个新演员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会对他很多的投射 跟评价 就这人到底起不起的来 或什么之类的 那你看到了军令 在那部电影里面 你有什么想法出现 当时的想法 是想到这个家伙 行还是不行 能还是不能 非常的亮眼 就是他的 各位可以看到他 当时候到现在 就是他的 他的行在 几乎是 台湾的这个演员当中 比较少见的 他的气质 然后整个人的质感 是非常有特色的 那这个有特色使得 我当时看到我就问 问那个他们制作人 朋友就问说 从哪边找到的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你有特别注意了一下 对对对 这个女演员还不错 不错 对对对 这个张建丁对这个回答 应该安心了一点 你看他有点紧张 很紧张 不晓得这个大导演是怎么样 来评价你 演得不好 不设演戏 那后来你们在那个 白色剧塔嘛 这个因为演的是一部连续剧嘛 当然就会有很多互动的机会了 你们两个对手戏不多 对吧 不少 不少 其实算不少 算不少 算不少 但是在戏里面 他主要是对Jerry 然后我外语的对象是杨静华 对对对 所以不太一样 对手戏的主要对象不一样 但那个时候 军令对于 你不要小 没有人敢小看代理人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代理人是很多 女性非常心灵的对象 为什么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媒体的女记者 每次呢 就借着采访的机会呢 就偷偷的要靠近一下这个代理人 因为她平常酷酷的 也不太跟人家讲话 很多的女记者都会觉得说 代理人就是一个 很有特殊气质的一个演员 那因为军令比较年轻 我不知道军令 你怎么样看这个代理人 那时候一开始就是 以演戏表演的上面来说 我会觉得很紧张 因为就是 戏演得那么好 又是我真的 这么荣幸可以跟他对戏 但是就会很怕自己 就会比较紧张 我觉得那个时候 但是可以透露一个 那个八卦就是 我们剧组所有人 所有的工作人员 就是包括化妆师 潘姐 然后到那个小慧姐 大家都超喜欢大宝哥 然后每次就是 有大宝哥戏 他们整天就很开心 然后在片场出来走去 然后就是看到就觉得 大宝哥来了 大宝哥来了 我只有一个心得 就是距离产生美感 所以你要装的酷酷的样子 让这个距离产生美感 对 距离产生美感 还有另外一个 在工作的时候 大家的情绪 需要一个垃圾桶可以丢 我就是那个 他们丢的对象 对 其实带来人 我觉得很多人 对他的印象 就是说可能他是酷酷的 或者他会说 距离产生一种美感 对不对 很多女性 也会用不同的角度 来欣赏他 可是你的外号 为什么叫大宝呢 大宝根本感觉说 这个人应该是人气很旺 或者是说很有亲和力 甚至是要比较会搞笑的嘛 朋友才会叫你大宝啊 如果你是很酷的人 谁叫你大宝啊 所以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没错 我这个绰号是从国中时候叫上 国中就叫大宝 对 那从 其实在私底下 朋友都有的印象 其实像您刚才说的 那样子的印象 对 其实比较 比较 我比较 脸皮比较薄吧 所以我在公众场合的时候 我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自然就会 因为从小就不是那种 很出风头的人 所以就是躲在旁边的那种 跟着大家瞎起哄的那种 对 所以 那你小时候怎么会想到说 你又可以当演员 又可以当导演 那个都是万众瞩目的对象 我从来不认为我可以当演员 真的 对 我从来不认为 一直是遇到我的表演老师 马丁尼之后 我才 因为我以前对表演的印象 就是比较 比较就是一般印象 就是演员他应该是什么 脸皮比较厚 很敢秀什么什么 对 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自己 是可以做表演的 我也从来不敢去想这件事 那一直遇到那个老师之后 我才发现 原来表演是另外一回事 对 所以其实 就是在实行表演的当下 我会信任现场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坦白的对象是他们 我开放的对象是他们 对 并不是陌生人 对 对 或者是群众 在我来 人家就很注意你 就是觉得说代理人是一个很会演戏的人 然后什么金钟奖影帝啦 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对不对 就是说你又很容易就可以得奖 所以你事实上在表演的这个艺术范畴里面 你似乎也很惊喜的 不断的好像发掘一个新的自己 至少我靠他赚钱 跟大学靠他赚钱来供养 就是我想创作的欲望 对 对 因为他的投资报酬率 事实上还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就是说你可能花一小段时间之后 你可以选择要或不要 然后可能一段很长的时间 闭关起来做自己的事情 对 所以对于代理人来说呢 他去当演员 或者是说 你也参加过广告片的拍摄 对不对 是 那个都是为了要赚取这个拍电影 当导演的经费 那是背离你这个手段嘛 对 或者是学费 或者是一个学费 所以这是很特殊的 是 那相对于这个代理人对于表演 他可能有不同的想法 张军令 因为请问您这个硕士 令文写好了没 我带着你 你上次来的 现在是几年前 你上次来节目是一年多前了 大概吧 那个时候你不是说就快了吗 有啊 今年 其实我写的差不多了 对 还没写完 听他讲这件事情 是大概四五年前 没有 说到还没有看 你看 张军令 你这下子你看看 你已经没有赚取了 你这一个论文 我们都已经期待说 你早就应该写完 要交出去啦 完成了你的硕士学位啦 结果现在还在写的过程 在最后了 已经最后了 最后一段就对了 对 他这篇出来 应该可以连博士一起写掉 好啦 其实本来今年的 应该是张军令闭关的一年 你要好好的 对你妈有个交代啊 对不对 这个如晴可是我的朋友 对不对 然后本来说你要经年闭关 好好把论文写完 然后你就完成了说事学位 对 那你为什么偷偷跑去 不是偷偷啦 应该是偷偷喔 偷偷 你为什么要偷偷跑去拍了电影呢 不能飞的鸟 对 不能飞的鸟要干什么 跳 对 跳 跳平 对 跳算比较慢 但总是会走到终点 对不对 对啊 说说为什么这部电影 会吸引你 让你可以暂停你的闭关 然后投入这部不能飞的鸟 张俊明暗恋催内人 绯闻男友呼之欲出 你现在有一个一见钟情的对比 对啊 说说为什么这部电影会吸引你 让你可以暂停你的闭关 然后投入这部不能飞的鸟 对 因为不能飞的鸟它其实是一个短片 但我的部分大概是25分钟 所以我们拍摄时期其实没有那么长 那它的故事是讲梦想的故事 就是看到这个电影剧本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东西被燃起来 就觉得说我好像又有一个力量 就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是表演的角色会给你一些东西 但有的时候是作品会给你一些力量 那我觉得这个小品它反而会给我了这样的力量 而且你在这部电影里面你扮演的是一个绘本作家 对不对 就跟妈妈的作家角色也有一点像 这个我要帮妈妈说话 她每次听到说是绘本作家 她都说我明明就有写小说 我明明就有写散文 就因为跟你出了一本绘本书 跟你来站个台之后 大家都说我是绘本作家 我就变成绘本作家了 所以我要郑重地帮她承认说 她不是绘本作家 对啊 她也写了很多的这个小说对不对 对 小说跟散文 散文 但是刚好是那时候她有出一本绘本 对 然后是姐姐画的嘛 对 所以这个部分 这角色部分还蛮有一点冲突 就是重叠 所以后来妈妈知道说 结果搞了半天 你又跑去演电影了 那会不会因为你演的是一个绘本作家 所以她也就比较坦然说 好啦 因为这个角色也不错什么的 会吗 应该是说反正那个时候 我没有让她知道 我让她知道已经是拍完片的时候 真的啊 那你的隐藏功夫还挺不错的嘛 对 所以妈妈也完全不能够掌握你的时间嘛 对不对 因为你就是在外面 而且那时候就是剧组很配合我 就是我就跟她们说 我要早上去念图书馆 然后就是图书馆关的时候 我就应该要回家 对 所以拍片的时间 就是叫着图书馆开门跟关门的时间算 是这样弄吗 真的 是这样弄吗 你知道吗 是这样弄吗 拍拍片大家都好辛苦 对啊 所以早了半天 你的妈妈以为你就是一早一晚 都是泡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去读书 对不对 对 结果你是到片场里面去拍那部电影 对 你感觉像偷情 这个导演你看看他看事情的观点 就跟我们不一样 这么刺激 我们就讲得好像蛮正经的 他居然说是像偷情 你看看 所以他可以当导演 我们只能当 所以 没有 好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拍电影 对于每一个人 其实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的吸引力 对于像一个 很喜欢做导演的人来讲 其实电影工作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艺术 就它可能要take care的部分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这部不能没有你 不能没有你 我们知道这个是取材 是我们本土的一个真正发生的一个新闻事件 我还记得那个新闻事件 在我脑海里其实也非常的鲜明 我们就 那个时候我们就突然就有这个讯息进来 我们编辑来就说 有一个爸爸 他居然挟持了一个他的女儿 说要从天 那个叫什么 天朝里面要往下跳 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 然后因此才慢慢去了解 背后为什么 大家有时候这个爸爸是抓狂的 还是怎么样 他疯了还是怎么样 怎么会伤害自己的女儿呢 就去发掘去采访 才知道背后原来有这样子一个过程 为什么这个故事会打动代理人 你要把它拍成电影 这个事件发生时间点在2003年 2005年的时候 联合报他做了一篇后续报道 那篇后续报道 其实就是揭露了整个2003年背后的那块 背后的那个情况 对 那从那个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两个元素 第一个当然就是一个 一个很执着的父亲 对于他女儿的这个部分的情感 父女之间的这个亲情这个元素 第二个部分就是 人跟制度 人跟体制之间的一种 可能会产生的摩擦冲撞 所以觉得特别觉得这个故事 特别值得拿来拍成一个电影 这样 OK 为什么要选择用黑白来呈现 从头到尾呢 是 都是黑白 为什么 所有的出发点 大部分的出发点 几乎都是因为当时候制作经费不多 因为像这样的题材 大家觉得打开电视机 每天都能看到 类似的这个社会新闻事件 对 那谁会花钱进电影院看呢 所以当时候一开始寻找资源 是有点困难 寻找投资有点困难的 那几乎所有的这个 大部分的理由 都是基于这个经费当时候不多 然后在那种情况下 怎么样要把这个经费最大化 OK 把它所谓的花在刀口上 对不对 是 甚至创造出一个特色产品 然后又能够跟它内容 能够相符合的 这样 要不然的话就是 其实这部电影 大概只有一般台湾电影 制作经费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你可以透露到底你用的多少钱吗 开拍的时候是手上只有四百万 四百万你就敢开拍一部电影 对 然后到结束的时候 大概花了六百万左右 所以是非常经费 非常拮据 非常省的一部这个电影 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所以的确 我觉得谈到这个黑白 就是说你的确当时是为了经费的考量 可是你反而把它转换成为 你这部电影的一个特色 而事实上这个特色 跟你的剧情内容 跟你要呈现的那个氛围 优势相符合的 是 那你就一举三得了嘛 是 对不对 他就喘了一口气 对 你看多棒 我本来就是 本来是没有钱 后来想说就给他拍黑白算了 后来发现 黑白就是我要的氛围 太棒了 你看 就是简单讲 就是当时候 我一开始在写剧本的时候 还有我整个 对这个故事的想象 虚构出来的 全部几乎都是彩色的 就没有想到黑白这件事 然后简单讲就是 真正去看完景之后 拍回来照片 我去把那个 拍回来之后 把它排列开来看 那这个情况会使得 会使得观众 我自己判断 会使得观众 很容易下一个轻易的判断 好比说看到那个场景 故事都还没有开展 就觉得好可怜 或者是有一点又来了 闷了 或什么 这样 因为2003年的时候 这个新闻发生的时候 我就是用这么轻易的 去看那个新闻时间 我对他下了一个判断 对 那所以我 如果我有足够经费的话 我当然可以改造那个环境 那我只有这个400万的时候 我应该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改造那个环境 让它变成某一种美学 电影美学符合的这个要求 所以我就必须在当时候的限制下 找出一个方式 去发展出一个产品特色 对 然后一方面符合那个限制 二方面能够创造一个 一种产品的形式 对 大概是这样吧 所以就是说 其实你看看军令 就是作为一个导演 他要思维的 可能跟一个单纯的演员 是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他要在他的逻辑里面 去寻找一个最好的一个铺陈 对不对 然后又要最大化去运用到他的经费 所以对于运用经费这件事情 作为一个演员 从来都不需要考虑到 对不对 那个演员费会被凹 他们就会说 我经费不足 所以不能给你凹击 这实在是有关系 那有关系的 有人这样跟你凹过吧 就是因为本片经费不足 开电影其实 常常比较辛苦还是会 应该是说每一部都这样的 那不能没有你铁钉这些演员 都被凹得很厉害了 所以里面演员全部都是我朋友 所以可见交朋友很重要 你知道吗 真的 你交了一个像这样的导演朋友 你不在要入镜 而且你不跟他谈这个 所谓的演出费这件事情 有 非常的少 少到那个变成一种 变成一种只能用热情 或者是说 对对对 没有错啦 又开始要寻找另外一个逻辑 来合理化 你可以拿到很少的钱 可以得到很大的满足 是 对不对 对不对 比如说被提名金马奖 当然了 好了 在讲这个金马奖的 丰功伟业之前 这个军领 我觉得刚才导演提到了 作为一个导演的一种挑战 那演员当然了 你说虽然有人会跟你 这个什么演出费 对不对 可是演员当然也有 演员自己的挑战 比如说你这样子 已经演了几年的戏 你出道已经几年了 零四年底出道的吗 零四年现在是零九 零九年 这样差不多是五年 那你自己呢 你自己怎么样去创造 属于一个演员 就是说让他越来越深 越来越厚 所以不管你面对 任何角色的时候 你都可以觉得 我可以应付得非常好 我觉得可以分几部分 就是我现在还是 非常非常资浅 然后有很多要学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 其中有几个东西 影响我蛮大的 大概阅读算一种吧 OK 你觉得阅读会是帮助你的一个方法 对 就是其实我后来发现 我很需要用 藉由书本里面去了解 很多我不懂的事情 去垫我角色的思想的底 然后才能把 我没有经历过的那些经验 转化成角色再呈现出来 像那时候拍墾丁的天气情 那个女生就有躁郁症 忧郁症 但是我对那样子的状况 其实是完全不了解的 我只能去看一些 跟躁郁症有关的书 然后去了解说他的行为表象 下面他到底是脑筋里在想什么 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安全感 然后再去把那些东西补起来 对 然后就是会慢慢再更体会 生活里面的很多细节 戴力人魅力无法挡 砍病精面护士观光景点 你把那个洗手台全部给踢 踢碎了 一时冲动 突然发现 开始流血 然后就慢慢走出去 然后慢慢到医院去 挂了急诊以后 突然大家都知道邱庆成来 你会不会觉得说你演了这么多戏 对不对 然后每次你一演完就会传出来说 这个戏里面的男主角就对你很心仪 然后下了戏之后不想让戏结束 就继续地要追求你 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说其实感情 罗曼史 对于成长你的很多的丰富的感情 也是一个很好的元素 我觉得也是 因为就情感的东西其实真的很真实 然后你有经历过各种不同的情感 它都会留给你一些东西 所以你留下来的东西多吗 怎么觉得这问题有陷阱 你现在才发现 你发现很久 但你怎么会阻止我 留下来 我觉得不少 但是也不是不少 就是应该是说 因为谈感情对我来说不是游戏 就是我觉得是对每一个人都很真诚 所以你真诚付出过什么 你当然会有一些回忆 或者是感觉留下来 可能是A 然后对方是B 但他可能很受伤 下一段变成你是B 对方是A 另外一个 然后你就会开始感受到 上一任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他感受到什么 然后你就会在这当中 得到一些成长 哇 戴导演他讲得好炫 你知道吗 没有啊 我都跳进陷阱了 我以为他要讲的是S跟M的关系 这个大宝哥你是比较新的吗 没有 我最近其实感情爱情 是非常尊重的一个养分 但是很多人受限于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明星了 或者是一个公众人物 他其实有的时候必须要去隐藏他自己内在可能对于真正感情那种追求 或他甚至没有办法让他没有办法去浇灌那个爱情的养分 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痛苦 就是说其实我很愿意尝试 可是因为我我现在是个演员 我很怕人家知道 所以他就见光死啊 或者是对我有不利 所以我就干脆我就去逃避他 你会这样吗 不会是逃避吧 就是我不会因为怕见光 或者是觉得好像应该要保有某一种形象 所以不交男朋友 那很好 那你还蛮勇敢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谈感情这件事情 觉得很多东西是缘分 然后它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工作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是不应该因为工作而影响这个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会被工作影响的是说 会让自己想得比较远 就是不会 像以前可能有冲动就可以试试看 现在可能就多了冲动之后 你可能就会想得多一点说 个性上适不适合 然后有没有可能有更长远的路 因为你好像说 你现在有一个一见钟情的对象 也不是说现在有一个一见钟情的对象 应该说前阵子有看到一个 就是感觉还蛮强烈的人 那结果现在呢 就这样 有在持续发展中 因为那就是感觉 但是你可能也对对方的个性不了解 然后你不一定有那么多交集 这个是个圈外人 又是现今大号公叫我 是面情吗 这只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可以回答或不回答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你讲的时候 你遇到了一个一见钟情的对象 那这个对象是圈内人还是圈外人 这可以回答吗 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到一见钟情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人 好啦 改答案了 没有严重到一见钟情 改答案 改答案 OK 真的就是只是觉得 这个人还不错 只是说现在应该是说 就是要有 要有感觉 对 要有感觉 对 通常如果你第一眼看到他就 就要有那个感觉 你才会继续往下弹嘛 好啦 所以目前这个人不见得是 不能没有你 没有到那种程度 对啊 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好 就现在最近 真的也没有时间去想感情的事情 因为 好啦 改答案了 改答案了 不是吧 东西都交不出来了 It's ok 好 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 他们 为什么请他们两个今天一起来谈呢 就是说今年 我觉得他们两位 在电影的这个成绩单上面 都写下非常亮丽的成绩 尤其刚才我们谈到了那个代理人的 不能没有你 那一天我们在看那个金马奖的揭晓的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们这个同学说 哇 这个不能没有你入围的八项 是国片的大赢家 对不对 所以那天宣布的时候你一定嗨翻了吧 对 当然非常开心 对 尤其是 因为台湾电影越来越面对的是一个 以前是说一直在想办法跟台湾的观众再重新建立一起一种关系 没有错 然后这几年没办法很显然的会跟大陆 会跟香港跟大陆合制 甚至会跟韩国 就是面对整个亚洲市场的一个竞争 所以在金马奖这几年来就是说一直 我们是处于一个面对资源比较大的电影的一个竞争 那样子当然会 如果能够台湾电影能够有更多的斩获 对我们来讲是开心的 其实为了拍这个不能没有你这部电影 这个对于代理人就是不要说精神上面的折磨 身体上面的伤害也蛮多的 就是你为了看景嘛 有没有 就是说这个有一次好像都要拍了 有一场景呢还没看好 所以你老兄呢一火大之下 居然去踢踹了那个洗手台 你这个人火气也蛮爆裂的 你把那个洗手台全部给踢 踢碎了 一时冲动 一时冲动 对对对对 你就拿脚还是拿手去把那个洗手台给弄破了 对不对 脚踹 就是我踹了一下那个洗手台 然后突然发现开始流血了 然后就慢慢走出去 然后慢慢到医院去 就自己慢慢就自己认了 反正流血了 他知道伤害不轻 就走到医院去 缝了几针 大概12针或16针 缝在哪里 脚背 用脚去刷 其实最好笑的是 红了16针 最好笑的是到了齐津医院以后 然后挂了急诊以后 突然大家都知道秋庆城来缝了 所以我在那边痛得要死 医生在那边一边帮我缝 对 然后其他医院里面人员一个一个到我旁边来 我还要张出笑脸 跟你合照 对 可是那个时候脚一边在缝 对 令观众要求 对不对 忍痛 一面缝一面跟护理人员在合照 对不对 对 这个最荒谬吧 也蛮滑稽的 对 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代理人老爸教育超恐怖 从小挨揍很正常 他小时候对我们 对我们是斯巴达教育 所谓斯巴达教育 就是那样 就是把小孩子丢到荒野里面 沈春华Live Show 我知道君宁 其实因为你跟妈妈的感情非常好 上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 对不对 妈妈跟你还有姐姐 你们三个等于是姐妹花 三个人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可是后来就是你出了那本书之后 我们也知道就是说 其实你一直没有去谈的是你跟爸爸的那一段 后来呢 你也谈到了 就是说你后来也去坦诚 就是说其实妈妈跟爸爸在你比较小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选择分开 那后来你跟父亲的这一段互动 可能也在你的心里面写下了很多的深刻的印象 君宁要不要谈一谈跟爸爸 从小到大这样子的不同的一些阶段 其实一直以来我们是比较有一点点距离的 那小的时候其实我印象中就是觉得 他是一个很急的人 很急 很急 因为他永远很忙 然后他常常就是譬如说我们如果要回家过年 都是敢最后就是五分钟三分钟要跳上火车 所以就一路跑 OK 或者是就是做什么事都就感觉很急 然后爸爸都是来匆匆去匆匆这样子 然后是到长大了 比较抓到跟他相处的方法 因为应该是说就是其实爸爸的家庭 他是一个比较严肃的家庭 那可能爸爸因为是这样的成长背景 所以他比较不知道 就是一般大家会说 女儿是爸爸的情人那一种的溺爱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在我们家里可能比较没有 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 你好像有一年还这个充满这种儿女的如目之情 就是写了一张卡片给他也没有 对 你上面写了什么 然后父亲给你什么回应 我记得就是 你就有点傻眼 好像是父亲节还是什么的 然后还是他生日 就写了卡片 然后送了一个小礼物这样子 然后就拿给他手就抱他说 爸 我很爱你 然后他就 你就是感觉到他不太自在 他说干嘛这样 但是你知道他是开心的 干嘛这样 但是他就会回你说 干嘛讲这些这样子 然后你就会 小时候那个时候会觉得很受挫 我就觉得我跟我妈说我爱你 他从来都是直接抱一下 他说我也很爱你这样 对 可是你跟爸爸讲的时候 他怎么好像不是那么开心 但其实我现在知道他是开心的 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反应 表现的方法不一样 对 是这样子 然后所以小时候就会觉得 好啊 那以后再也不说我爱你了 好啊 你既然不领心就算了 看着很厉害 对不对 不过后来现在慢慢长大了 就知道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对 可能跟爸爸的互动 那这几年跟爸爸知道你成为一个 非常成功的 而且很受欢迎的女演员 在心里面也很赞同 也很高兴吗 赞同我是不那么确定 因为他其实 我不是说他反对 但是他其实会一直希望 我跟姐姐都能够找到 我们这辈子可以很热爱的事情 当作事业 然后像他自己就是找到念书 就是教书 他很喜欢的事情 所以他曾经在我进演艺圈的开头 他问过我一句话 他说你有办法演到哪一天 没有钱给你了 你又饿死了 然后你还是要上台去表演的话 就是你可以这样确定的时候 代表你真的很喜欢表演 那你去走这条路的时候 我就会不担心你 对 他这样问你 你的回答是什么呢 我那个时候没办法回答他 因为其实那时候才刚拍梦游 没有多久 我没有办法那么确定 我到底喜欢什么 你没办法那么确定说 如果没有人付钱给我的话 我是不是还那么热爱是吗 只是因为说不确定自己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了解 还不这么知道表演是怎么回事 或者是表演在我身上的改变 还没有到这么深入的时候 我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告诉他说 我就是不爱念书 我就是要做表演 那时候真的其实没有办法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人 对于这个成为明星 或者是女演员这件事情 就像那个带领人说的 有些时候其实很多人 还不是可以用很深刻的观点去看他 比如说会觉得说 他就是这个得名得利嘛 对不对 他是一个比较肤浅的行业嘛 他的寿命可能比较短嘛 也许都是什么灾心梦啊等等的 但是当然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在经营这些事业的时候 他里面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军令就是说 因为你其实你自己书也读得很好 虽然说是论文还没有结束 OK 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把它写完的 那就是说你也是一个书读得很好的小孩 那你对表演看得出来 也是越来越有热情了 你会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经营你的表演工作呢 觉得有 虽然每一个过程都有很多挑战 可是每经过了一关 每演了一个角色之后 自己又变得不太一样 然后我觉得那一种表演 把自己很多东西一直打开 一直打开的东西 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对 OK 而且妈妈现在也是非常支持你嘛 对不对 她也还是会希望 赶快把论文结束 对 然后她还是会希望说你以后 你可以答应我下次你来之前可以把它结束吗 OK 这也OK 我不需要隔太久 OK 我不需要等太久 好 说到了刚才我们谈到了那个军令 可能小时候跟父母亲 其实我知道你跟妈妈很亲 尤其是跟姐姐 就是说为了要讨妈妈欢心 你们就会自己制作那个什么兑换卷 就是万一自己不乖的时候呢 就会奉上 比如说下跪卷 对 你知道这种东西吗 代理人从来没听过 对 这对代理人他就很害怕 因为他什么还有兑换卷 他自己请处分这个事情 是不会发生在身上的 所以那个军令你有做过什么下跪卷 还有什么卷 你们内容 就是掌嘴卷 下跪卷 然后闭嘴卷 掌嘴卷 其实是很好笑的 因为你真的不太可能 妈妈不会叫你用那个 对 每次我们都是拿 就是他会跟我们吵架 或者我们顶嘴不乖的时候 他说 那不是那个什么 讲的都没有用 你那个什么卷 我就是要拿出来用 对 然后他讲完他自己就笑了 对 笑了我们也笑了 其实我们就会立刻跟他道歉 刚才那个军令说 其实他小时候跟爸爸 可能不是有那么亲密的互动 那可能会有一点距离感 那对于代理人代导演来说 对爸爸好像也很有距离感 对不对 爸爸也是很严格的那种 当然不能抱着爸爸说我爱你 这对我来讲是理所当然的 真的 对 或者是爸爸当然不会抱着你说我爱你 这对我成长经验来讲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在我看来传统的父亲的这个 因为他们真的是走过一段大江大海 那个时代的 很健婚的 苦难的岁月 没错 没错 对 所以他那个表达情感的方式 是很内敛的 对 跟我们的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没有错 但是那个东西并不会阻碍 他那个心中的情感 还是会找出口 找方式 只是那个方式 可能不是我们后来习惯的 这个西方传过来的这种 I love you 抱你 我爱你 或什么什么 对 那我父亲从小是几乎没有肢体接触的 有 有肢体接触 我真的想说 不会就是那样的肢体接触吧 会打 会打 就是说 因为那一代的父亲真的比较威权 而且管教小孩很直接的 可能就是要动手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是被打大的吗 是 然后后来我自己来检讨总结这种 然后我去同理我父亲的那个 整理我父亲的心情 对 我去想像他是怎么样的成长环境过来 我觉得当时候小时候 对于我们小孩子的那个训练 或者是甚至现在会 我们会觉得残忍的地方 不管是打或是骂或是对待的方式 或要求你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当时候他身处在 曾经身处过一个很动荡的环境 他希望这个小孩子不是一个弱者 就无论如何 就是我这样训练你的话 有一天万一你又遭逢跟我一样的事情 你可以活下来 对 对 起码你可以活下来 你可以吃苦耐劳 你的身体够好 够强 对 你手上有茧 你随时可以做求生的事情 所以我对我爸的理解是这样 他小时候对我们是斯巴达教育 所谓斯巴达教育 各位可能看到前几年有一部 斯巴达几百壮士 那部电影 对 就是那样 就是把小孩子丢到荒野里面 如果你死了就算了 你活下来的话 你能够为这个种族的延续 带来一种品质的保证 类似那样 就是斯巴达是一种 是一种非常以生存为基础的一种训练 为导向的一种训练 对 那我父亲从小就对我们几乎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小时候是没有游戏这件事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后来 当我能自由选择我发展的时候 我选择了电影 选择了戏剧 能play play 能玩一辈子 对 小时候没玩过 可以玩各种不同的角色 对 不要永远玩那个被挨打的角色 对不对 有 你可以玩一个打别人的角色 对 就是小时候没有玩过的 小时候没有满足那个玩的兴致 后来就可能划在戏剧当中 电影当中 对 戴力人震撼告白 一生最难忘的情人是 有一些分开之后的思念 为什么要这么强烈 想知道的事情只有一件事 他到底做得好不好 我也一直很希望 我能一直看一直看 这个跟戴力人非常亲近的朋友 可能知道在他人生的这个经历当中 有一段其实非常的痛彻心扉 我也很谢谢他愿意稍微分享一下这一段 因为这跟他后来的艺术创作是有一点关联的 那就是在他要去当兵之前 他那个时候年轻嘛 然后认识一个女孩子 有一个女朋友 对不对 那个时候是交往了多久 大概交往了近一年 然后我就入伍了当兵 那我当兵分发部队下到金门去 我在金门当兵 那在金门的规定 当时候是你要到金门八个月之后 你才能放假 而且那个时候还相约说 以后呢 你当完兵以后 就到台北来念书嘛 你也许可以念你喜欢的艺术啊 电影 他要念外交是不是 他想当外交官 他想当外交官 就是说年轻的岁月里面 有知心的朋友 相约了以后 要共同完成这样的梦想 就是在那个时候 代理人到金门去当兵的时候 没有想到发生了一个 叫代理人 以及他所有认识的朋友 都没有办法相信那个意外 你要怎么样去说这个意外 你可以轻轻带过也没有关系 只能是意外吧 就是一个年轻的生命 被另外一个很莽撞的 年轻的生命毁灭了 OK 在这个意外当中呢 这个女朋友就意外的就身亡了 OK 那对于代理人来讲 他那个时候还在这个军中服役 所以你接到那个消息 那个是军队的人告诉你的 没有 那个场景其实 其实生活总是比 我们大家都说 电影太戏剧化 其实生活往往比 电影更戏剧化 对 当时等于是 某一天在部队里面 晚餐之后 然后大家会 举光页之类的嘛 然后就写完该写的东西 然后写回信给他 写完回信之后 然后电视就被打开了 然后在第三则新闻的时候就 你可以想见在当时候 当时候还是 就是 蒋经国 对 是台湾的总统的时代 所以还是比较威权的一个 时代背景 所以那个时候的对待方式就是被 被关起来了 就是被软禁起来 你当时情绪很激动对不对 任何人我想都会很激动 所以你很激动 那因此军中怕你出意外 所以就反而把你关起来了 他用的时候方法是软禁起来 就是等于把我关在一个 因为我们当时是在那种 你知道金门很多坑道 我们住坑道里面 然后坑道里面就是 比花岗岩挖出来的空间 小空间 然后在里面 灯一关掉就是伸手不见五指 就是那个我后来 我开玩笑形容那个金毛狮王谢逊 被丢在地牢里面的时候的状态 对 然后有人三餐送东西来给你吃 就这样给你 送三餐 灯会打开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一起当命的朋友 他们当然也可以知道 可以理解我的心情 所以都会附上一瓶金门高粱 一起送进来 然后让我可以 戒酒 浇愁一下 麻醉一下 对 对 因为那个状态是很 任何人都不能忍受 很难想象的 很难想象 所以军中把你软禁起来 是怕你可能出去这个 做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事情 所以戴导演就说 这一段的过往 在你后来的艺术创作里面 有没有留下什么样的阴影 或者甚至一种 甚至反而是让你 可以前进的一个动力 或者 我自己 我自己的生活 我消化这件事情 消化了起码十多年 我才能 我才能真正去 去接纳这件事情 知道它属于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不需要刻意去远离它或亲近它 或者就是遗忘它 对 它永远都跟我在一起 那个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后来开始在拍片的时候 拍第一个短片两个夏天 然后很久以后 两个夏天几年以后 有一位朋友 洛宇君一个小说家 他看了电影之后 有一次我们在聊天的时候 他突然告诉我说 其实大宝你知道吗 你两个夏天是在写你自己 所以他开始剖 为什么我会写那些 我自己才发现 他讲得没错 对 这次不能没有你也一样 就是说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大概三四个月之后 要上片之前 影片完成之后 到上片之前 大概有六个月的时间 我大概三个月之后 在重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拉开距离了 我突然发现 我当初为什么会写那些 台词 为什么会把场景设定在那边 那些台词当中 为什么有一些 有一些分开之后的思念 为什么要这么强烈 对 然后为什么我写得那么精炼 对 就是父亲跟女儿分开那么久 两年 他想知道的事情 只有一件事 他到底过得好不好 对 像这种其实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很清楚 原来我又把 我生命的那部分经验 或者生命里面一部分欠缺 又借着别的故事投射在上面了 对 或者是那个 我也一直很希望 我能一直看 一直看 一直看 我就能看到他 对 知道他过得好不好 OK 像这些 我想 那个就是变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 就像君丁刚才讲的 发生过的事情 其实都会变成我们生命中一部分 对 所以才会像《白色巨大》里面讲的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己 跟自己最不堪的那部分相处 因为我们是大人 对 就是这样 我觉得戴导演这段分享 可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因为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试炼 我们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有不同的阴暗面 可是我们对于不好的事情 我们对于挫折 或者是对于一些阴暗面 我们就很试图把它抵抗 或者是说遗忘它 或者希望它 好像从我们的生命消失 可是这样子事实上 是对自己更大的伤害 所以戴导演 他可能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他才慢慢的走出 那个真正的那种冲击 就是说 那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我去承担它 当你愿意去承担它的时候 它反而可以给你不同的力量 君丁也是一样 对不对 也许对爸爸 或者是对于某些 我们生命当中欠缺的那一部分 就是我们去面对它了以后 也许那真正的力量 才会真正的产生 戴力人就是借由他的这种 电影说故事 那我觉得电影导演是这样 他一部分当然是 要说故事给很多别人听 其实不可否认 这里面一定有这个导演 自己的生命的故事在里面 而那往往是最动人的 时间真的非常有限 今天我们还是准备了两个礼物 分别要送给这个戴导演跟君丁 好不好 请给我好吗 来 OK 好了 戴导演 我知道你没有一个 专属于你自己的导演椅 所以 这就是我们去做单位 花了很多功夫 去找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导演椅 来 请坐 谢谢 我跟你讲 你上面要写一个准 就是 几个劲 有没有 写一个准的话就对了 秀个学号 这应该是稳的吧 对 稳的 这个听说是一个很棒的 很棒的导演椅 好像一般还买不到的 对 这边还可以放饮料 这边还可以放饮料 好不好 我们恭喜戴导演 对 谢谢 好 OK 好 另外我们要给君丁的是什么呢 好 导演 那您可以先起来了 一坐就不想这样起来了 君丁 好像你最近迷上了这个拍照 而且是有底片的那种拍照 对 所以你请你自己打开来 来 我已经把它打开了 太厉害了吧 好赞哦 这个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照相机 OK 希望用这部照相机 留下你人生更多美好的印记 谢谢 好棒哦 这两个礼物都超酷的吧 对啊 超酷的 很棒 我跟你换 开玩笑 开玩笑 这个很棒 这个很棒 而且它是可以这个 还有一个带子 还有一个带子 你可以就随时背着走 是 但是呢 就是说 本来要帮你绣一个忍嘛 但是我想说 还是你让你自己绣吧 看你要绣带 还是要绣忍 还是要绣力 OK 它很方便 它收在车子上面 可以带你走 随时随时 OK 好 我们要谢谢戴力忍 跟这个张建立了 也谢谢各位观众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了 拜拜 台湾孩子永远的大玩偶 陈伯正 他饰演的干草人物 让人莫名心疼 但他其实出身忘卒 以身好命 他一炮而红 却被黑白两道钉上 他一脸苦命 女人却爱他 不爱王伟中 亲切憨厚的笑容背后 充满让你意想不到的精彩